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據報基庫周圍的戰況膠著 烏軍在馬卡利夫取得勝利 在烏克蘭南部,他們亦試圖重奪克爾松地區 然而南部城市馬利烏波爾仍遭困 烏克蘭政府說,若有十萬平民 仍受困在這座被戰火包圍的城市 食物、水電或暖氣都短缺 首都基庫亦燒煙四起 俄烏不斷在城外互射炮火,戰況激烈 而經過幾天的交戰,烏軍現稱已奪回基庫郊區馬卡利夫 專家分析指,馬卡利夫對俄軍有重大的戰略位置 因為他剛好可以替俄軍阻擋烏軍的進攻 所以基本上俄軍不會棄之不顧 但從二月底發動攻勢以來 俄軍遲遲未能攻下烏國主要大城 現在戰況還倒退 除了丟失以攻下的城鎮 更折損了至少五名官兵 另一南部大使克爾松 已佔領當地的俄軍連續兩天以武力鎮壓示威造成傷亡 市政府指,當地物資供應鏈同樣被俄軍封鎖 三十萬名平民正面臨人道災難 根據美國國防部估計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鬥力首次降到原本軍力的九成以下 在2月24日非軍入侵烏克蘭前 有超過15萬軍人集結在俄羅斯和北俄西部 美國官員指,這反映了俄軍持續蒙受損失的情況 可能到了部隊無法執行戰鬥任務的地步 據報引述,烏克蘭軍隊指揮官稱 俄軍的供應鏈已經中斷 剩下的燃料、糧食和蛋藥最多支持三天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就堅稱 一切按計劃進行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談判仍在進行中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表示 俄羅斯談判雖然有實質內容 但比預期更慢、更不充分 目前公開細節只會對談判進展不利 又無法具體說明下一輪談判的時間 對於外界稱俄軍戰況失利 他反駁指,俄方這場特別軍事行動 政案計劃進行 被問到俄方會否使用核武,他說 俄羅斯有一套公開的國安規則 列出使用核武的理由 若俄羅斯的存亡受到威脅,才會使用核武 另外,對於有大量報道稱 俄羅斯空襲備護烏克蘭平民的目標 他聲稱俄羅斯僅攻擊軍事目標 俄烏戰爭爆發後,日本緊跟美國,制裁俄羅斯 但被俄羅斯反制,不再談有主權爭議的北方四島問題 令日本政府很麻煩 一起看看巴士的部總編,李童怎樣看? 李童你好 你好 在俄羅戰爭爆發後,歐美多國聯手制裁俄羅斯 而遠在亞洲的日本也跟隨美國大佬實施制裁措施 包括凍結俄羅斯總統普京,外長拉夫羅夫 俄羅斯央行等資產,禁止三百多種產品出口等 但日本制裁非但沒有嚇怕俄羅斯,換來對方嚴厲的反制 俄羅斯的月初將日本列為不受歡迎國家後 3月21日宣布,鑑於日本對俄羅斯實施單方面的制裁 俄方將會終止與日本和平條約談判 暫停日本公民免簽證,期望與日本有領土糾紛的藍千島群島 即是日本所說的北方四島 提出與日本有關的藍千島群島建立經濟聯合經濟活動的對話 以及不再延長日本在黑海經濟合作組織的對話夥伴地位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甚至還放出狠話 說日本追隨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因此談判已經失去一切意義 很明顯我們永遠不會在倒序問題上與日本達成一致 就這樣吧 梅德韋傑夫的言論有兩側意義 第一,俄日和平條約談判將會徹底結束 而俄日關係再也不會全面恢復正常 第二,北方四島以前協商解決方案全部作廢 俄方永遠不會在領土問題上再與日本談判 這意味著日本沒有辦法通過談判方式重新獲得北方四島 回顧北方四島的主權爭議 是自二戰結束後 蘇聯一直沒有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 1951年9月舊金山會議 蘇聯雖有派代表出席 但就排斥英法等國所起草的條約內容 最終拒絕簽署 於是蘇聯只承認1945年2月11日達成的瓦爾塔協議 1954年12月,當時的日本首相 溝山一郎出任日本首相 他急於推進日蘇建交 否則就無法作為戰敗國加入聯合國 經過多倫談判 當時日本要求蘇聯歸環北方四島 蘇聯的代表馬立克就說 蘇聯會在和平條約簽訂後 以善意歸環其中兩島 而其餘的兩島是為蘇聯所有 由於日本同時要求簽署和平條約和解決領土問題 再加上後來美日兩國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 1960年1月27日 莫斯科將善意歸環兩島和美軍撤離日本進行奮綁 由於美軍不會撤離 蘇聯也沒有歸環到兩個島 並且在四月宣布蘇聯之間不存在領土九分的問題 蘇聯兩國和平條約一直未能簽訂 這種狀態延續到蘇聯解體後 繼續承認他國際地位的俄羅斯聯邦政府 當時俄羅斯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 俄羅斯國內的親美派準備以300億美元的價格 將兩島賣給日本 並且簽署俄日和平條約 以獲得日本經濟援助 之後幾十年俄羅斯願意交回其中兩島 但日本的多任首相態度反覆 在俄羅斯願意讓步時 又想全數收回四島 於是錯過了機會 但到了岸田民同上任後 日本對俄羅斯的態度轉趨強硬 特別在俄羅斯戰爭爆發後 3月7日岸田民同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表示 屋江四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 也是擁有主權的領土 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在日日記者會上也強調 俄國未根據法律依據上佔據領土違法 3月17日岸田再次重申 在過去二戰時期 當年蘇聯所侵佔的北海道商輪四個小島 都是非法佔據的 這個說法與過去安佩晉三做首相時 溫和說法不同 當年安佩在任時採取較為溫和的 是說 尚未有法理根據之下佔領 現在用了非法佔據 於是回到2009年馬生泰羅在任時的說法 等於回到13年前 岸田民和政府屢次向俄羅斯施壓 最終激怒對方 令到領土和和平條約問題一夜就回到解放前 不再可以談了 俄羅斯更加在北方四島進行招商開發 令日本政府相當頭痕 好 麻煩你和看本港新聞 本港第五波疫情持續 教育局局長楊印紅表示 對學生而言 面授課堂為佳 但仍要以學生的健康為重點 政府按照疫情的發展 計劃先令國際小學 幼稚園及友誼中心復課 中學會在文彭市核心科學 科目考核後復課 仍然以半天復課形式為主 楊印紅又指 學生恢復全日面授有兩個條件 包括所有教職員 需打兩針疫苗 以及學生打兩劑疫苗的人數要達九成 若該後疫苗接種率未足九成 但個別級別達到 可考慮要該級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有關中學文彭市楊印紅相信 可以預期在下月舉行 詳情會稍後公佈 他又指正研究為染疫的學生提供特別考場 但就強調措施不會成為社區防疫的流動 現時十二至十九歲 中學生有九成半以打一針疫苗 六成六以打兩針 而三至十一歲的小學生僅五成八打了第一針 一成一以打兩針 林鄭月娥指 兩天前作出階段性的評估 將爭取在復活節假後等學校分批逐步服貨 屆時對教職員和訪客的接種要求會提高 他又指當局也會研究 適用於學校的疫苗通行證措施 還有何時加入打第三針的要求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麗表示 香港應充分借鑑內地抗疫經驗 運用好中醫藥為香港抗疫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推動中醫藥在香港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伯麗在出席香港中醫藥抗疫交禮會上 教師介紹了中醫藥救治經驗及取得的成效 是預防、治療和恢復 全過程一體化、救治模式以及針對老齡基礎病患和體弱者 如何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經驗 介紹了天津抗疫先證而治、截斷病勢、重症肺炎 兼顧基礎病的診療實踐和對兒童患者通治為主 對證為先的治療體會 並推薦了中醫藥治療的基礎處方 期間他表示對Omicron在治療上是堅持中西醫病重 這樣會有非常好的效果 早期治療、綜合康復、中西醫協同的經驗 可以為全球抗疫提供寶貴的經驗 對無症狀者也不可掉以輕心 西醫無症狀、中醫有症狀 今日無症狀、明天有不適是很常見的 尤其是老齡基礎病患更需要注意 採用辨證論治、先證而治 可以積極預防病勢的發展 理工大學一學研究發現 超過四成新冠病患在康復後一年 體能仍未恢復 研究團隊在2020年10月至今年1月 追蹤118名新冠患者以體能評估 研究他們的心肺活量、下肢力量及運動耐力等 發現約四成二的患者在確診半年內出現疲勞綜合症 包括腦霧、肌肉酸痛及頭痛等 約四成三人確診一年後仍有疲勞綜合症 研究對象對於確診後半年或一年後的疲勞情況評分 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又指確診對肺活量及下肢肌力量的影響最大 結果又顯示疲勞綜合症出現在不同年齡層 女性有的機會一般比男性高 李大教授建議 患者可循序漸進進行適當強度及頻率的運動 協助恢復體能 根據世衛建議 每週應進行2.5小時中等強度的大氧運動 或至少75分鐘高強度大氧運動 立法會今天舉行行政長官答問會 特首以視像形式回應議員的諮詢 建制派議員何君堯提問時 批評林鄭政府在抗疫上失當 她指管港社會付出龐大的代價 大量長者染疫死亡 促請政府交代四月會否做全民檢測 林鄭月娥指抗疫最好是有水晶球 知道時機為何 但現實是沒有 只可利用數據、科學及趨勢 但趨勢是會有變化的 她強調全民檢測是有效的手段 而專家的意見是一早一末推行 政府現時已增加了能力 有需要時可啟用計劃 她又說現時本港每日有萬五宗確診 現時未能推行 強調要有能力才可以全民檢測 她又指政府早前為全民強檢 作了不少評估 至於假設多少陽性比率 不方便說 強調要有很大的動員 她促指港府以為全民檢測作細化 但因為要有罪推行 而且香港不像內地 每條街有檢測站 需要市民提早預約檢測 避免排隊及交叉感染 所以不能一公布就推行 不過她強調 以梳理好人手去應付大部分的工作 唯獨是採養員無法快速就位 但中央可幫手籌劃 在前年二月 中五學生李佳俊 涉嫌在美夫參與倒路及示威 抗議政府精容姚中夷文化館翠瓦山房作隔離刑 被控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襲警兩罪 去年被判入更新中心 男生不服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 法官今天在高等法院頒下判詞 駁回兩項上訴 原獲保釋等候上訴的男生 需即時服刑 上訴方指 原審裁判官錯誤地接納 遇襲警員高欣琦為誠實可靠的證人 欣琦證供明顯矛盾 如他在多番盤問下 都堅稱上訴人身上有灰色外套 只是不知是穿著或是披著 但上訴人在現場頭部受傷 而大量流血為不爭的事實 警方在醫院檢獲的衣物均染有大量的血跡 相反,高在現場檢獲該灰色外套 卻只有少量的血跡 法官引述證據指 灰色外套在檢獲時 有機會已鬆脫或離開左身 血跡較少不足為期 另外,上訴方提到 上訴人和高欣琦的身體接觸只屬意外 以及上訴人行為可能構成智慧 法官反駁指 異人當時四目交頭後 高欣琦再大喊警察米玉 顯示上訴人知道對方的身份 直言完全看不出在高欣琦宣告身份後 上訴人打其嘴唇 何以會描述為是智慧 在刑期方面 法官表示 裁判官在兩刑時 正確考慮了本案的案情 及上訴人的背景 而本案確有嚴重性 判上訴人入更新中心 絕非明顯過重 反而是恰當的判刑 中駁回定罪及刑期上訴 下令上訴人即時入更新中心服刑 今日的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